有一个解释是说 钻石商人太会营销了 比如把钻石变成爱情的见证 发明了钻石横九卷一坡有流传 这样的营销咒语 所以钻石的销量非常大 因此被包装成见证爱情的信物 这个公众心里的生态位置 一旦被占据 就很难被替换 钻石好 我是靠阅读 陪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的频道 在这里跟大家聊聊 钻石到底有没有价值 这个话题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经济学上一件东西的市场价值 是它有多稀缺 而不是使用价值有多大 举个例子 空气人一个都不能离开 而钻石没什么实际用途 可见空气价值更大 但是在市场价格上 为什么空气不值钱 而钻石那么昂贵 原因很简单 因为钻石很稀有 而空气无处不在 好了 下一个问题 钻石真的很稀缺吗 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 大量的钻石矿在全世界各地被发现了 全球钻石的开草量都超过了20世纪的总和 所以钻石早就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了 但是钻石的价格为什么没有下降 反而稳步上涨呢 对钻石行业有了解 人会说是因为垄断 在十几世纪以前 钻石只有在印度和巴士有少量的发现 全球的钻石产量每年也只不过几千克 但是1869年 南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钻石矿 钻石的价格就直线下降 当时投资钻石的商人们为了维持公众对钻石西圈的印象 他们合并资产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垄断集团 控制产量 这就是著名的戴比尔斯公司 经过了一百多年 越来越多的钻石矿被发现 戴比尔斯永远不可能一手遮天 在1999年和2003年 加拿大的钻石矿六圈部和另外两家珠宝公司合作 其中一家就是著名的迪弗尼 戴比尔斯的垄断就被打破了 戴比尔斯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后 供给上游或有大量增加 但没有影响到钻石价格 大家千万别觉得 是经济学的严理失效了 是因为供给货源增加的同时 钻石在市场上的需求同时放大 有一个解释是说 钻石商人太会营销了 比如把钻石变成爱情的建政 发明了钻石横九卷一坨有流传 这样的营销咒语 所以钻石的销量非常大 因此被包装成建政爱情的信物 这个公众心理的生态位置 一旦被占据 就很难被替忘 钻石的成功能够维持至今 它本身的三个特点不可忽视 一是质量适中 如果保持大到一定程度 名贵是蛮名贵的 但是应用场景变少了 就是失去作为首饰材料的意义 二是性质稳定 有的石头就算很好看 但性质不稳定 却不适合当作首饰 三是产量合适 所谓产量合适 是说产量太大了不行 太少了也不行 太大了那肯定是廉价 太少了也不行 因为那个市场太小了 只能在一小群人中转来转去 不能成为一种大众能够参与买卖的奢侈品 注意了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以上就是小年的分享 你喜欢自我成长的内容吗 喜欢的话 请不吝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按赞分享 这会帮助更多的朋友 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 跟小牛来个互动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